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在金英奖颁奖典礼上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 再次获得最佳女主角 成为全场的焦点 现场的反应更是让人感动不已 接下来 辛巴的复播直播创下了64亿的惊人销售额 展现了她在直播界的强大影响力 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最后黄磊对近期的舆论风波做出回应 虽然她表示不在意 但却仍然不知道大家讨厌她的真实原因 看来这位老牌演员的处境也不容小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第32届金英奖的盛典 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尤其是在最佳女主角的颁奖环节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获得事后成为全场焦点 尽管李沁和吴月等竞争者在现场保持微笑 但他们的心中难免有些失落 赵丽颖在得知获奖时显得平静 似乎对这样的荣耀已经习以为常 颁奖嘉宾张凯丽则情绪激动 泪水夺框而出 显然是为赵丽颖感到由衷的高兴 尽管有些网友对赵丽颖的获奖结果表示不满 认为她不配拿奖 但金英奖的评选依然展示了其公正性 最佳男主角范伟的获奖同样引发了关注 虽然她并未到场 腾讯 葛小倩对张雨琪的代孕风波持续发酵 葛小倩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她的家人受到了神秘人的威胁电话 令她不得不暂停对张雨琪的举报 她称对方不仅准确知道她家人的住址 还用变声器警告她要保重 葛小倩表示 虽然她对张雨琪的代孕指控依然坚信 但在家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她选择了暂时不再举报 网友们对此事件反应不一 有人指责张雨琪是内于第一黑社会 也有人认为葛小倩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与此同时 张雨琪的综艺节目镜头被删减 似乎也暗示着事态的严重性 腾讯 唯命秀在经历了五年的停播后 终于复播 但观众对其新形象感到困惑 虽然重磅回归的秀场中 有多位元老级超模的参与 然而整体呈现却被批评为 简陋且缺乏吸引力 唯命在尝试走向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同时 似乎也在失去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新一届的秀场中加入了大马模特和变性模特 意在展现不同的女性形象 但观众对此反应不一 认为这种变化过于政治正确 可能会让唯命失去性感的魅力 唯命的历史辉煌 与如今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 品牌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奔跑吧路透 沙翼瘦20斤成白斩糖 李晨让他秀肌肉 惊呆网友了 腾讯报道 沙翼在奔跑把茶马古道特别偏中大便样 成功减重20斤 成为英俊潇洒的白斩糖 令网友们惊叹不已 曾经的吃货形象一扫而空 沙翼露出结实的肌肉 让人难以置信 李晨在旁调侃 沙翼的腹部如今已经平坦 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模样 网友们纷纷调侃 仿佛看到了付出的白斩糖 沙翼也表示减肥计划还在继续 期待未来能展现更多的魅力 幸福道万家 姐妹亮相金英奖 赵丽颖在风试后 张可颖提名女配 腾讯报道了第32届金英奖的盛况 赵丽颖凭借风吹半下 再次获得试后 而她在幸福道万家中饰演的妹妹张可颖 也因精彩表现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张可颖在剧中经历了诸多坎坷 深刻的演绎 让观众倍感同情 她不仅在该剧中表现出色 还在另一部作品中展现了多面性 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认可 张可颖从小扎根于话剧和音乐剧 经过多年的磨练 终于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获得了金英奖提名的肯定 医生称向左手势尽量别做 向左冲进评论区质问 腾讯报道了向左与医生间的幽默互动 随着电影《门前宝地》的上映 向左的演技引发争议 甚至被模仿 而一位医生在社交平台上 提醒向左注意手势 称其可能造成健康隐患 对此 向左亲自下场回应 质疑医生的说法 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和笑声 许多人起初不敢相信 这是向左本人 直到确认后 纷纷对他的反应表示惊讶 场面十分搞笑 声声不息港月季二 将录 部分阵容曝光 四位前辈两位返场 两位飞行 腾讯报道 节目将在11月初开始录制 部分阵容已被网络曝光 第一季的两位前辈叶倩文和林子祥 将以飞行嘉宾身份回归 而知名歌手梁静如和林一连 也将作为飞行嘉宾参与 节目中将会有四位中 老两代的港月歌手 谭永林和陈慧贤 作为前辈歌手 古剧姬和陈小春 则代表中生代 谭永林的经典作品 和陈慧贤的千千雀歌 都让人期待本季的音乐盛宴 王大陆和女友看大熊猫 亲密合影 感情稳定 腾讯报道 王大陆与新女友沐轩在成都被偶遇 两人亲密的互动显示出感情的稳定 沐轩是刚入圈的新人 王大陆与前女友蔡卓仪分手后 迅速展开新恋情 虽然王大陆的感情精力丰富 但他处理得相对干净 没有负面新闻 两人都喜欢旅游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王大陆的感情观 似乎是认真对待每一段关系 若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 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猴哥决定回归家庭 对妻子的话言听计从 第一个任务就很难完成 腾讯报道 网红猴哥因婚后 与妻子和玉心之间的分歧而分居 何玉心希望生小孩 而猴哥对此却有所抵触 最近猴哥突然决定回归家庭 并表示要减肥备孕 这一转变让人感到意外 何玉心则要求猴哥 在做婚检前 减掉40斤 看来猴哥的第一个任务十分艰巨 网友们对他的突然转变 也充满了好奇 是否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在作祟 精英奖这一夜 观小同撞了 谭松韵惊艳了 我却被刘涛惊艳了 由腾讯发布 描绘了精英奖颁奖典礼的精彩瞬间 和红毯上的明星风采 张若云和李线的西装造型展现了他们的帅气与自信 而女明星们则在红毯上争其斗艳 李沁以优雅的性色李群展现出真实的身材 观小同则大胆露腿 尽显魅力 尽管她的妆容略显油腻 谭松韵如同甜美的公主 吴岳则散发出成熟女性的魅力 赵丽颖的公主群让她如仙子般可爱 而刘涛的白色李群则让人惊艳 展现了她46岁的优雅与活力 整个颁奖典礼 不仅让人感受到明星们的魅力 也让观众期待国产剧的未来 《星巴富波》一场卖了64亿 同样来自腾讯记录了《星巴富波》的盛况 这场直播吸引了超过3300万的预约人数 《星巴》以极高的热情和戏剧性的表现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开播后 GMV迅速突破50亿元 最终达到64.1亿元 《星巴》不仅展示了强大的供应链能力 还通过大单品的销售策略 实现了高额的销售额 她的直播中充满了娱乐性 甚至还上演了搞笑的短剧 增加了观众的观看乐趣 尽管《星巴》表达了对未来事业的思考 计划转向线下开超市 但这场直播无疑证明了 她在直播电商领域的影响力和人气 《上甘岭》开播首周 收视大捷的报道 同样来自腾讯 讲述了这部剧 在观众中的热烈反响 剧集以真实细腻的剧情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收视率连续上涨 成为话题焦点 剧中关于军长直接指挥连长的情节 引发了观众的讨论 许多人起初认为 这是不符合常识的乐级指挥 但经过深入分析 发现这种设定 恰恰展示了战争中的紧急与高效 此外 剧中的角色均有历史原型 增强了剧情的真实感 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与热情 显示了其高质量制作 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腾讯在今年的精英奖晚会上 明星们的表现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尤其是主持人何炯和颁奖嘉宾李沁的口误 让现场气氛一度变得轻松搞笑 何炯在颁奖过程中频频出错 而李沁则在颁奖时紧张到重复了颁奖词 尽管如此 她的美丽依然吸引了众多目光 关小彤在这次活动中则找回了自信 身穿黑色礼裙的她展现了完美的身材比例 成为了红毯上的亮点 颜妮的出现则让人又心疼又好笑 尽管她的装造精致 但在走动时不慎崴脚 瞬间从女神变成了喜剧人 成为了当晚的焦点 腾讯 赵丽颖在精英奖上获得试后 让人感受到人情冷暖与咖位高低的微妙 她凭借风吹半下一举风后 令在场的同行们纷纷祝贺 尤其是张凯丽和江岩等人 对她的成就感同身受 赵丽颖在领奖时虽略显紧张 但她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不少观众 现场的情感氛围十分感人 相比之下 其他提名者如吴越和李沁 则显得较为淡定 尽管未能获奖 但依然保持了优雅的态度 赵丽颖的成功 不仅归功于她的演技 更是对她多年来努力的认可 令观众对她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腾讯 黄磊 近期因节目中的表现 遭遇舆论风波 她的人设崩塌 引发了观众对她的反感 尽管她在回应中表示 不在意外界的看法 但许多人认为 她在节目中爱说教 厨艺表现邋遢 以及对嘉宾的不尊重 导致了人们对她的厌烦 尤其是在向往的生活中 黄磊的表现 被认为过于自我忠心 缺乏对其他嘉宾的尊重 观众希望她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减少不必要的说教和炫耀 回归真实的自己 黄磊若能正视这些问题 或许还有机会挽回口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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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